画面现场是玉城街140项 原本是老旧杂乱的后巷 在万福里里长林建华的争取下 已经完成后巷美化工程 首度结合市府的城市美学规划 在水泥铺面压上了花纹并上色 让后巷摇身一变 变成城市中一处美丽 可以散步停留的空间 而施工过程中 里长也特别协调克服了许多问题 让后巷的环境焕然一新 同时也解决了环境卫生问题 这个是在益城街140项 这原来是一条比较老旧的 因为两边都是老旧的房子 而且房偶像比较杂乱 那礼办公室这边就协调住户 把冷气一致性调高 那我们也请微公处 因为这边卫生下水道是左这条 所以经费是由卫公处来施作 在花开以后我们才发现说 这边的瓦斯馆非常老旧 所以要把瓦斯馆全部都更新 那未来我们礼办公室 会在这个立面的墙壁 做立美化 还有旁边整条后巷来做立美化 也达到我们台北市政府 要求的后巷美协 城市美协 我们希望每一条防火巷 都是非常干净 李明不要去占用 因为它防火箱还是有它防火的功能 逃生功能 所以不要堆放杂乱的东西 所以礼办公室在协调置物的时候 虽然也遇到一些困难 不过也感谢李明非常配合 后巷改善之后 对环境是非常有改善 因为当时我们也请卫公室 把所有的水沟全部更新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 以前水沟是没有盖的 现在是整个益柱 所以只留排水孔而已 所以整条防火箱就变大了 而且也比以前干净的多了 另外里长也很关心交通与行人安全 配合市府在同德路上 行人频繁通行的重要路口 试办画设彩色标记行川线 希望提醒经过的车辆慢行 维护行人安全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新公司 目前在推广 这个重要的实质路口 因为这边刚好是晚上热热车停放的地方 所以行人穿越非常多 所以现在新市的行人十字路口 都画这种 目前在推广这个 要加强开车人的一个警示作用 那你们看了也觉得非常新奇 这个事实上也有它的效果 大家看到这种斑马线 就表示行人非常多 应该车试应该要减慢 让行人优先来通过 因为这个地点离红绿灯比较近 所以它不能设置红绿灯 所以只能在现有的新人穿越线上面 我们再加强它的警示作用 目前看起来是效果相当的良好 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 通常人家看到人家都会觉得 哇 好特别哦 很与众不同 然后这样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会发现说 这个路口跟一般的路口是不一样的 对 这是离场的idea吗 没有 这是我们目前在推的 哦 我觉得这个 重要的十字路口都要 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因为这个地方还蛮长有一些那种状况 对 因为它刚好这个交叉路口 有的人都会没注意 就测试冲得很快这样子 那这样子它不同的造型 刚好提醒用路人说 他会发现这边跟一般的路口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 行人比较平凡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有做到警示的作用 有哦 有哦 让它抽出 我觉得有达到那个效果 有效果 因为还有人曾经有说 哎 现在有立体的那个判码线 对 对 所以这个一期一礼 我们目前是示范的 在万福里做示范的 非常好 非常做得很棒 谢谢 对啊 对啊 很用心啊 里长关心基层大小事 透过基础建设一点一滴的完成 希望不断提升万福里里民的各项生活品质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请开启关心基屋